《文艺复兴》 在文艺复兴以后 我们看见神给教会一个宗教改革的运动 宗教改革以前 有很多的人已经发现 基督教顶层的人 领导整个全世界的信仰运动 信仰已经偏差了 所以就有圣徒功德库 有炼狱的修所 有教皇无物论 还有玛利亚与耶稣基督同为救主 好像设立一个公司 50-50的情形一样 还有其他教会的权威 是大国圣经的权威 但当这些错误的信仰 到最最最顶尖的时候 他们就产生了用钱可以赎罪的 这种卖赎罪票的苗武 所以这些东西之先 已经在英国产生了像Tinder 像Wikliffe 在Bohemia产生了像John Hus这样的人 来抵挡违背圣经历经半道的这些假教训 但是一个一个被异教徒裁判所审判 甚至被逼迫下到监牢里面 还有John Hus用火被烧死 所以各地方所爆发出来的改教运动 差不多都失败 但是到了马丁路德在1517年出来 勇敢地宣布95个条文 所有当时天主教的信仰错误的时候 就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宏洞 跟整个欧洲教会的回响 所以1517年10月31号 马丁路德把95个条文 用钉子把它钉在 威登堡大礼拜堂前面的大门上面 很多人去看 看了都破案叫绝 因为这就是孙正信仰的人 从心灵里面所要讲出来的话语 他点出的每一样错误 都是有评有据 都是言之有理 而且引致圣经 是非常有神的权威的一种反叛 所以这个时候 不但引起了群众的赞同 也引起了教会顶层的人物 最大的反应 他们就认为这样的一个人 不可以让他继续存在 那就把他带到审判台前 要他收回 你若不收回 就会被开除交集 而中国时代受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叫做Ciprianus 的影响 他讲了一句拉丁文 表达了一句话就是 教会之外无救恩 There is no salvation outside of the church 所以如果教会宣布把你开除 你就永远只有下地狱 你根本没有得救的可能 所以最怕的就是教会的不承论 最怕的就是开除交集 但是马丁路德在审判的中间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今站在主的眼里 我永远不会收回我已经写的这些书 所表白的信仰 除非你能证明 我所讲的所写的 是违背上帝所启示的圣经 或违背我的良心 所以这样路德中的神修信仰 就在这个原则之下发展起来了 就是违回到圣经 凭着橙色的良心 终于上帝所启示的话言 那这个是很重要 也是很伟大的原则 那在马丁路德改教以前 不到四年 就有一个法国人生下来 那个人就是约翰·加文 那马丁路德跟加文 就变成教会历史里面 两个最重要的改教家 这两个人不同地方在哪里 一个是德国人 一个是法国人 马丁路德用了当时最好的德文 讲解上帝的话 约翰·加文用了当时最好的法文 来讲解上帝的话 所以这两个人不但是信仰纯正 他们的神修正统教信远近 他们词句的语法 跟他们的这种修词学 Rhetoric 都是世界底流的 后来马丁路德年老的时候 把新诱圣经 直接从拉丁文 希腊文翻译成德文 而他翻译的德文好到一个地步 成为德国这几百年来 德国官方语言最正统 最标准的语言 所以改教家 他们是在文学 哲学 诗歌 艺术等等的了解 是非常完美 也是非常谨慎 整个心就是要忠于上帝的话语 马丁路德也好 教文也好 他们没有设立一条新的教育 在这一方面有点像孔子 我信而好顾 他疏而不住 他不是自己建立一个新的思想 新的教育 新的信仰的规条 他乃是造着使徒传下来的真理 为教会作为圣道干承 作为中流砥柱 持守那永恒不变的真理 把这个教义在历史历大中间 忠心的持守传扬 所以这个承传就是我们可以没有偏离圣经保守神 借着使徒所启示下来 记录下来的信仰 跟这些圣经里面的药益 所以这个马丁路德教文 是改教运动里面两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人 除此以外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马丁路德最要好的朋友 也是信仰跟文艺复兴运动的战友 另外一个是书英里 是瑞士另外一个改教家 所以马丁路德慈印里跟教文 三个人就变成最领导 无论是法国 德国跟瑞士改教 最前面 最勇敢 也是最重要的人物 马丁路德是举世戒指的改教家 他最重要的贡献 就是一个人勇敢地 把1500年来整个建立起来的体系 发现他的错误的地方在哪里 用他对圣经所认识的真理 忠于神所启示的道 来把整个错误的架构把它撤回下来 所以马丁路德做的工作 就是撤回错误系统 错误传统 错误信仰教育的一个改教大使 把这些撤下来以后 那么就很多的人知道错在哪里的 但是把错的拆下来以后 如果没有把对的建起来 愤乱会比从前更大 因为从前很顺服在错误的下面 事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有条不紊 但是把这些错误揭发出来以后 很多人就以为能知道别人的错误 自己就胜任一筹 结果上帝用了第二个人 把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解决 就是用家文重新建造 真正细腻忠诚贯彻始终 忠于圣经绝不妥协的整个教义的基础 所以这样家文的贡献 就是建造新教思想 我让你消息贯彻始终解决 我是不是发现了 手诈独播剧场 저기我就会认识 我会认识 最订新哪里 带走 从继续